配置好应用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快速集成的流程 首先下载SDK并且整合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我们来看快速集成 点击下载SDK 这里它会让我们选择我们所想要集成的平台 它默认给我们选了几个 我们可以在实际的项目需求里面进行一些选择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小插件 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把它给选上 最下边是一些SDK的工程引用 以及Demo工程集成文档 一般我们都会选择一个SDK工程引用 以及Demo工程来进行一些参考 点击下载 这里我已经预先下载好了 我就不再继续下载了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 把有萌的社会化分享集成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这里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快速集成工具 第二一种是添加工程引用 第三一种是添加资源到现有项目中 一般第三种我们使用的比较少 先来看第一种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有萌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工具来进行快速的集成 通过这一种工具进行快速集成的时候 需要选择我们的程序的根部录 这里我已经预先创建好了一种工程 我把这一个工程的根部录选到这里面来 然后还要配置有萌的HPT 组件选择我们选择我们所下载好的一些平台 然后点击快速集成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输出了集成完毕的消息 我们到我们的项目里面来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多了一个文件 我们主要需要的是这里的 这里它已经默认给我们配好了一些群线 以及一个HPT 两个Arctivity 这一个Arctivity是我们分享的Arctivity 下边这一个是微信的回调Arctivity 在Libers目录下面 它也给我们炒飞进来的一些叫文件 第一种方式很简单 我们再来看第二一种 第二一种是通过工程引用来实现 在我们所下载的文道里面 有一个Social SDK Library Project 这一个工程是一个原工程 Laborory 我们可以把它导入到一层Libers里面 并且引用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这里我就只使用第一种方式来进行集成 然后下一步来进行Manifest的配置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第一种 实际上它已经把我们的Manifest已经给修载好了 我们这里可以不用再对它进行额外的配置 接着我们来通过编写代码来调用平台的选择面板 如果打开平台选择面板 我们来看一下文档 在这里它首先定义了一个长出老变量 这一个变量是一个有萌Social Service 我们可以给这一个长出了设定分享内容 比如文版图片 图片的话这里也支持本地的图片应用 还有音乐视频 设定好分享的内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长出老的OpenShare方法 来打开分享的选择面板 这里需要长出一个Azortivity 以及一个布尔类型的指 这一个布尔类型的指 表示是否只有已经登录的用户 才能打开分享选择页 通常我们给长一个Force 我们再注意上面这一句代码 GetConfig.RemovePlotform 通过它的名称 其实我们就已经能知道 它是移除一个平台 比如说因为一些原因 我们把一个平台提升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但是暂时我们又用不到 我们就可以通过 ReboovePlotform来移除 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一段代码 调背到我们的程序里面 我在MailShareTortivity里面定义了一个按钮 它的点击事件为OpenPanel 点击这一种按钮 就会吊起平台选择的页面 我们这里给设定一个分享的图片 然后调用长出了的OpenShare方法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这里报了一个错误 它说这一个叫文件 有些东西没找到 这是什么错误了 我们先把这一个叫文件给删除 再运行一下 好了 运行的成功 我们点击调用平台选择面板 所以看到这里就弹出了一个平台的选择面板 我们点击新浪微博 它会弹出授权页面 让我们输入用户 登录之后 就会调用输入分享内容的编辑页面 我们这里选择发送 这里发送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发送成功了 可以看到这里 我就发送了一条微博消息 我们再来看一下 SSO的免登录配置 正好一个平台要使用SSO授权 就必须要重写一个方法 onarchativity result 在这一个方法里面 首先通过长抽的去获取一个SSO hander如果这一个hander不维充 我们就调用它的 authorized toolbug方法 那么是不是仅仅这一个方法就足够了 实际上不是 它这里 门当上撒写了一点东西 在详细集成里面 添加SSO授权的说明里面 这里写到 如果说要进行SSO授权 还需要对长抽的设置 SSOhander 比如说 设定新浪微博的SSOhander 就传入这一个hander 腾讯微博就传入Tencent 其他的平台的配置差不多 这上面都说的比较详细 我就不再一意的讲解 以及这里的分享到微信和朋友圈 抽抽好友 或者是抽抽空间 这些其实都差不多 大家可以跟着文档来进行具体的练习